蒙古国首都乌安巴托年平均气温,为零下一、五度,是世界上唯一年平均气温,低约零摄氏度的地方,被确认为是世界最冷的首都城市。这里最冷时可达零下五十度,而大部分牧民人们只能烧煤取暖,每到冬季,城里会一直飘着浓重的煤烟味,因而,冬季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来说是一个相当难熬的季节。 他们不得不深入地下,靠暖气管道躲避寒冬,天一黑,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钻进公共摄氏里,不挡车道,更不需强拆,绝对无损是容。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位于亚洲东部,夏季平均气温约为二十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为零下十五摄氏度,至零下三十摄氏度。 其中,白天最高气温,低约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数约为两个月。 图位牧民Makdat家里一半牲畜在雪栽中冻死,一家人愁眉苦脸。 穷人们没有粮食,也没有生火的燃料,村庄的路不通,只能靠现有的物资熬下去。 图位牧民Ianklag家里四分之一的牲畜在雪栽中冻死,蒙古包外随处可以看到死去的牲畜。 外蒙西部的人因此而时刻面临被饿死的危险,图位牧民将死去的牲畜尸体包皮掩埋,以防止冰雪融化后,引发疾病传播和污染。 自夏季浮汗之后,蒙古牧民正经,受着极端严寒的冬季,暴风雪致使上百万头牲畜死亡,使这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受到严重影响,预计损失五百多万头牲畜,而同时夏季汗情使得牧民无法为牲畜存足够的牧草。 之后极端的严寒气候又持续侵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暴雪,以及低至零下五十度的气温,使得两万一千户牧民陷入粮食危机。 由于超过三分之一的蒙古人都靠牲畜过火,牲畜的死亡意味着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将有更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图位牧民抱着小羊羔为他取暖。 杨高的父母亲已经全都冻死了。而中国提供价值一千万元人民币的晋级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也向蒙古国捐助三万美元,中国内蒙古一些地区还向蒙古国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提供了草料援助。